大家好,我是于荣宽 最近算得上是瓜的,应该就是陈乔恩结婚了 所以咱们来看看他的八字 陈乔恩生于1979年4月4日 八字的前六个字,卯木得令又拱矩 钉火从胃里面透到月杆上面 木火相声非常紧密 心筋日圆坐着金库 有根有印,一点都不虚 刚好丑味相冲,是金水与木火交战 所以这前六个字已经流露出明显的 使用金水的意图 由于他晚婚 而且他老公年纪比他小九岁 所以我推测他的真太阳石很可能是鬼四石 那么这个八字就成为经典的制裁萨的格局 连月两柱的复兴 是丁火七萨 在胃里面会冲克夫妻宫 丑土 变成五火的时候 也会穿丑土 所以这些男人虽然出现得比较早 但是对婚姻宫又冲又穿的很不友好 难承证过 丁火得令贴身冲克日圆心筋 丁火的根源 卫土也要冲克日圆坐下的仇土 说明这些男友给他带来的压力很大 不止伤心 而且还会伤身体 怎么看都是必大于利 人生大运的几亥年 人生月 四身河 河洞圆局的正观 所以正元出现了 人一年 鬼卯月 卯合住位 让位不冲丑 然后银 又和丑 约等于 银中的炳火 和了丑中的心筋 这是正观 来和入婚姻宫 所以结婚了 这个四火正观 除了明显比日圆年轻之外 他跟仇土 拱了友经 又自和鬼水 说明他与日圆 在身和心两方面都有默契 既能情投意合 又能物质同步 怎么看都是和和美美 但是鬼四自和 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的 鬼水是用来制煞的东西 除了可以代表日圆的思想精神之外 还可以代表日圆的才华 高不高 和发挥的好不好 鬼被四合了 说明这个四火有千日鬼水的一面 能够逆致一人制煞的能量 具体 表现为 他自己主动 把大部分心思 放在街亭上 事业心 减弱了 也可以 表现为 男方主动 要求他 减轻 曝光量 把更多的心思 放在街亭上 但是 不管日圆是主动的 还是被动的 想要减少 娱乐圈的工作 现在这部 人生大运 都会让他 事与 愿违 因为人生是今生水旺 结婚生子 没问题 但是 让这么旺的时商 不至少 很不现实 丁火七萨的走位 是直接贴着 克制日圆的 这会让日圆 很没有安全感 如果鬼水被 欠制了 不冲克丁火的话 进进日圆 在精神上 就会很不安 很郁闷 没有凭借 很不踏实 所以当家庭主妇 只能想一下 很难操作 这也是大部分 女强人 或者女明星的特色 作为她的老公的话 必须清楚 自己娶回家的是 一个什么人 不能要求她把重心 都放在家庭上 而应该坦然 接受她到处登台 和拍戏 甚至接受她在戏里面 跟别人 亲亲我我 其实女明星 嫁人之后 还继续拍戏 而不影响 婚姻感情的 也有不少例子 有心人 可以拿来 对比参考 找到其中的窍门 对比参考